请尖叫 最好的时光 安普 2023年金曲奖的最经典一幕 无疑是陈启臻作为颁奖嘉宾 把年度歌曲帮给了安普的最好的时光 陈启臻大方网梗的一句请尖叫 吴清风带着泪意从座位飞奔而起 安普生疏的踩着高跟鞋走上领奖台 两位唱作女歌手在舞台上深深拥抱 如果你也和我一样 曾在年少时代的耳机中装满这些来自小岛的音乐 肯定也会为这个画面感到鼻酸 在陈启臻内心漫谈中挖下的张玄的坑 是时候来填一填了 宝岛的独立音乐人 苍若繁星 风格和思想之多元 远非小清新一词可以涵盖 陈桑妮是高傲睿智的女战士 通过音符构筑和播撒价值观 陈启臻是思绪和情感的鼓手 尚用旋律来拨动我们共鸣的心弦 雷光下是萃取回忆的造梦诗 她总能用音乐幻化出一场梦境遨游 而张玄呢 不知道她的音乐曾给你带来怎样的私人感受 在我心里张玄是浮世万象的观察者 她抬头看众生 埋头写诗 再把诗变作歌 可以说旋律就是张玄写诗的媒介 也因此她的音乐总是充盈着锋利的个人态度 如果说陈启臻的音乐适合在深夜独自享用 沉浸 私密 那么张玄就更适合在人潮汹涌的街头里 戴上耳机来听 她尖锐而纯粹地表达 是创缩于这喧闹时代的绝佳背景音 大家好 我是吃到猫 人物漫谈的第九期 我们来聊聊张玄 聊聊安普 张玄本名叫安普 1981年出生于台北的一个中产家庭 在家里的三个孩子中排行老二 父亲交人和曾是台湾海峡基金会的副董事长和秘书长 母亲是一名老师 关于父母 安普讲过一件小事 有一年他们临时取消了大年初一的亲戚半年聚会 只是为了保留孩子们在客厅玩耍时搭起来的棉被堡垒 这样平静而尊重的家庭环境 也为娇家三个小孩留下了相对自由的成长空间 就是家里弄再乱 只要是小朋友自己发明的游戏 他们都会尊重 哥哥娇圆普是台湾著名的古典乐评家 小时候安普的房间就在哥哥隔壁 一墙之隔 古典乐不仅绕在哥哥的房间里 也闯进了小小的安普耳中 哥哥每一张其实都是精挑细练 那在精挑细练的情况下 他居然还有一个近万章 我觉得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而外公外婆是带安普体会自然的人 童年住在内湖的几年观音里 他和外公外婆一起在野山内打坐 聆听午后的几望之常一起鸣叫 再顺时静止 自然之庞大精妙 在儿时的安普心中埋下一颗种子 让他对物欲横流的一切充满论感 却格外能留意到生活中富有灵性的细菌末节 中学时代的安普迷上了诗人洛夫 他开始梦想着成为一名诗人 买头写作 把所有敏感的体察付诸文字 并给自己起了一个笔名张玄 当自一个悬 悬浮的 悬而不绝的 安普觉得这个名字很有时代感又很中性 符合他对一个作家姓名的所有想象 对 因为其实那时候是 想要在副刊上面发表心思的笔名了 那时的他并不知道 这个幻想中的作家名字 日后会以歌手的身份 出现在大街小巷的唱片店里 14岁时 安普买入了人生中第一张属于自己的唱片 Pin Floyd的Obscure by Klaus 这张Pin Floyd的冷门装 尤其是其中的那首Stay 深深地影响了安普之后的创作 他逐渐把表达想法的阵地 从纸张延伸到了吉他 不止书写 也开始谱曲和歌唱 在14 15岁的年纪写了很多作品 视频开头的那首 获得金曲奖的最好的时光的书型 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写下的 2001年 安普签约了唱片公司 以张玄为一名 录制了第一张个人专辑 但最后由于合约纠纷 张玄和这张专辑一起 被冷藏了整整五年 这五年里 他在女巫店里唱歌单音控 还和四位乐手一起组成了乐团《芒果跑》 登上了2003年海洋季比赛的舞台 也正是在这段时光 张玄结识了挚友吴清风 这两人的故事实在太多 比如无论是谁得奖 总是要穿越人潮去拥抱对方 再比如因为张玄说了一句 这个夏天过得很糟 清风便提笔写下了那首《无与伦比》的美丽 友谊开始于才华上的心心相惜 在张玄被冷藏的日子里 清风就很喜欢在女巫店看她表演 在她险些放弃成为歌手的念头时 清风陪着她一张一张的做手工专辑 送给来到演出现场的听众 她又帮我完成了我的心愿 就是说唱片可以不要发 但是可以送给一些 那时候很喜欢这张专辑的一些听众 也正是因此 张玄没有继续被困在小店里 这些音乐传到了著名制作人李寿权的耳中 她听到了这些音乐中乱唱的灵气与真诚 决定帮助张玄解决合约问题 助她出道 2006年 25岁的张玄终于发布了 5年前录制的那张章辑 My Life World 这些青春奇作新式的作品尽管青涩 但已充分显露出了张玄乖张和不柔顺的一面 她唱年少的灵魂与现实规则出碰撞的迷惑 她以揣摩人与人之间的虚情与猜疑 在小小的年纪 悟出关系中 有克制才有真诚 手里有打开门的钥匙 但我得承认我只喜欢 在圣灵的风景 开一身床 毕竟日子有了有我 而Live酒管300秒 则将一种不讨好的桀骜态度 表达得淋漓尽致 充满了用少女视角 看向世界的清醒意识 和伯伯野心 那样不错 18岁的张璇 底下已经有了一种 她自己所说的简破烂的气质 有意识地与精致虚幻的主流 分道而行 当然了 手装让更多人记住张璇的 还是宝贝 很多人说这首过分甜腻 讨好的民谣很不张璇 那当我知道这首歌里的宝贝 指的是自己时 一下子理解了 13岁与母亲吵架后 离家出走的张璇 解下这首歌时 心中怀得怎样的倔强与孤寂 毕竟无保留的爱自己 给自己一点甜 是很多成年人 也未曾学会的事情 张璇说 My Life Will对她来说 是一张很苦的专辑 却被很多人说 听起来很甜 我想甜的是 年轻而不加角式的 唱腔和嗓音 而苦涩是自我意识 逐渐沉浸过程中的 困惑与冲撞 不可避免 也弥足珍贵 2007年张璇带来了 他的第二张庄级 《亲爱的我还不知道》 这是她和恩师李寿泉的首张合作作品 她开始参与到音乐制作中 学习弹电吉他 在音乐中加入了很多摇滚元素 歌词的写作则更显社会意义 锋利 讽刺 姿态鲜明 比如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 《嫁祸进行试》 在这一言不合 就开始扣帽乱枪攻击的互联网时代 听起来就尤为悚然 我尤其喜欢intro部分的拍掌声 将讽刺值全线拉满 而在当年入围了金曲奖 最佳作词的这首《毕竟》 是张璇早期写给父亲的作品 用词利落甚至残酷 一句你舍不得的是我 而不是我何以存在 将爱里的那点不纯粹和虚伪 抖落一地 这一时期张璇的歌词写作 也愈发凸显着人风格 亦像鬼魅而清准 比如要写爱里的算计和贪婪 他便写一个人 弯腰盘点欲望的姿态 欲望把眼前的地盘铺满 爱面如此算计看来 我又没有看见他们是什么东西 也只秒掉你 弯腰盘点 当然了 这张庄辑也不全是沉重而愤懑的歌曲 深深的思索 张璇也能趁以明亮悠扬的曲调 娓娓道来 他说 电吉他能传达人在社会化过程里 最极端的情绪 而木吉他则是人与听觉之间 最纯真的联系 这首《亲爱的》是我长大后才慢慢听懂的 夏天清淡 其实深刻 年少时总是用力过度 毕竟岁月才能领悟的克制和说放之道 那张璇用极心引起练的语句唱得出来 歌曲的结尾 他唱要温柔 要快乐 以前只当是口水词汇 现在才理解 这两个词 恰恰是聪明多虑之人的困境 人若他理性精明 又容易变得刻薄和有力气 思考得越多 就越是忧心忡忡 无法纯粹 温柔和快乐 正是习惯了过度思考之后 要回过头来学习的东西 喜欢至今人是晚一云章 宣布放排行的第一名 还有什么比平静之下的暗涌 更令人激动的呢 这种微妙的心绪 也被体现在编曲里 刻意放大的手指摩擦琴弦的声音中 在张璇去除了所有多余情绪的哼唱里 这种摩擦的声响 如心脏轻轻地唱动 2009年张璇发行的第三张个人装集《城市》 在制作水准 歌词风格 作品内涵等各种层面上 这一次的张璇都有了一种蜕变知识 就如封面上的他 指示前方 从小我的心事场面中跳出 将目光转向了城市里的众生望向 这首伶俐而澎湃的城市 就是蜕变的地生号角 歌词中的包罗望向知识 令人出读惊叹 然而细听下去 就能发现张璇要表达的 不只是城市浮华 而是生存在这撞动不息的巨大机器里 如何才能不丢失生而为人的真实情感 《南国的孩子》是张璇18岁写下的作品 却在28岁才等来了可以唱他的心境 租身中场的台北女孩 留意到了城市里背景离乡的 狼领工人们的身影 人的境遇所带来的冲击 让他提笔写下了这首歌 他说很担心这种笔触会显得傲慢 所以他不去描述并不了解的具体生活 而是把语言尽可能诗话 于是我们听到的这首《南国的孩子》 剧除了所有复杂的配器 只留下一把吉他浅浅跟随 特制的唱腔笔没有烂情的悲鸣 反而有一种你我都能够共振的宿命感 你是难过来的孩子 有着不能负的心子 身上披肤了 欲言而浑然不止 奔跑着望我的快乐 悲伤都放肆 阳光也不愿阻止 《牡蛎之歌》是专辑中最具有迷幻气息的一首作品 人如牡蛎 世界是沙 顶存的个人空间是摇晃的咸水 城市人心的封闭与人文环境的干枯越然至上 在副歌里 张璇唱《牡蛎视角里的自由》 飞鱼与鸟的艳阳天 就好像他耳时听过的那几万只长 自然之玄妙 总是能拖出我们无处暗犯的心绪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让我联想到 这首歌所致敬的Pin Floyd的State中 对于午夜和明月的描写 也是一种惊心动魄的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然城市里传散度最高的 还是关于我爱你 我拥有的都是侥幸 我失去的都是人生 不知道有多少人曾把这句话 写在自己的歌星签名上呢 我们总会得到自己未曾预期的 又失去自己苦苦追寻的 而这种不可知的事与愿违 正是我们得到新体悟的钥匙 这也是一种得失守恒 毕竟即使一无所有 我们也因此懂得了 何谓活着的最寂寞 时间来到了2012年 这一年张璇带来了很多人心目中的神装 神的游戏 不知道你们是否感觉到 这一次张璇的力量来自于收 而不再释放 这当然不代表他不再批判了 而是变得更为柔软和沉稳 像拥有了坚定核心 则无需在张牙舞爪的野兽 张璇聊起这样专辑的歌词时 用了一个很妙的动词 洗 洗歌词的过程 就是把写好的内容放上许久 等到被岁月磨旧了 再拿出来重读 伤感 直到确认那些字句 不只承载情绪 还经得起思考与感怀 变成了此刻 非得要说的东西才行 不知道大家第一次听完 如何是怎样的反应 当时我快速地把进度条 拖到了起点 并按下了当时循环 准备再来一次 那是一种久违的 听到好作品的饥饿感 和细细咀嚼的快乐 你要如何原谅时光 一世的过程 要如何才能 容忍地发生 要如何才能 想而不忘 配戏很简单 一家感情 沉浸 克制 轻重错落 在背景中敲出了 心惊点点的斑驳感 而歌词中出现了 大量水的异象 夜如海洋 青春是远方流动的河 岁月温凉如丝 为这首歌赋予了波纹和荡漾 令人有一种浸泡其中的感觉 在我看来 这首歌的词演是原谅 原谅是接纳生命中的事与愿违 不再缠斗 是能够屏蔽世间的虚妄与喧嚣 让内心的回声渐渐清晰 用等身体回温来描述这一状态 实在精妙 听这首歌时 我总联想到那首张璇也方唱过的 雷光夏的原谅 同样的主题 雷光夏音乐里的温厚与纯真 是更为暖色调的 我却原谅了你 像海洋原谅了雨 潮水在月光下流动着语言 说我已原谅了你 如果说如何鱼味悠缠 那么日子则有一股眷影之气 反复一条被日光照耀的干净街道 从泥浪中把涉至此的旅人洗净了足底 轻轻地走上了街头 我不知道今天会是今天 一旦想到明天 明天就不再是明天 而今天就是今天 我好抱歉我没察觉 Trist在法语中是悲哀忧郁的意思 成见其笔下的旋律鬼魅又混杂着烟酒味 张璇则赋予了他凶猛又爱伤的唱词 你是我的灵魂 但不是我的眼神 你还在爱 我不能心狠 而后半段纷乱反直觉的鼓点 更加深了整首歌的不安感 来自马来西亚的John Ashley 是李宗盛的御用鼓手 李寿泉在罗大佑的演唱会上 听到了他敲的鼓 念念不忘 于是在制作神的游戏时 带着张璇飞往马来西亚 去寻这一鬼鼓声 你打鼓时 所有理所当然的地方都不要打 李寿泉只提出了这一个要求 然后我们就听到了 Chist后半段跟随着键盘 如最汉分段的脚步般 失控又自由的鼓点 当然尖锐的张璇也并非在神的游戏里寻不到中绩 只不过以前我们总能听见沸腾的愤怒 而现在听到的更是一种冷静的蔑视与讥讽 神的游戏在当年不仅口碑叫好 在市场上的反响也很热烈 很快就卖出了超过两万张 在那个唱片工业逐渐走向没落的年代 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成绩 这个在当时的台湾的世道 这是非常惊人的记录 尤其是你想想张璇这几年根本没做什么宣传 在媒体上也几乎都消失了 但是就是有这么多的耳朵在那等着盼着 诗一样迷雾重重的歌词 不易传播的旋律 这样需要花时间去咀嚼和消化的音乐 也有着被广泛理解和接受的可能 我想这对于张璇 对于那个年代所有发誓废谷做音乐的人来说 都是一种鼓励 2015年张璇在高雄开完了最后一场潮水真言演唱会 宣布歌手张璇退休 之后他会用回本名叫安谱转为幕后工作 我很希望可以看到更多不一样的人 就是我们可以彼此交换一些不同的表情 不同的眼光 不同的心得 然后回过头去再过 努力过我们的下一个人生节 激流勇退不太符合商业逻辑 却很符合安谱的逻辑 越是喧闹的地方 他越想逃离 身心状态最鼎盛的时候 他越想沉下心来往内走 稍微停下脚步的这几年 他花了更多时间来陪伴自己的小猫和家人 他结婚生子又离婚 只要你做的选择 一次一次的都在趋近于照顾自己跟爱自己 因为这真的需要很漫长的练习 日复一日的练习书法 做了32场的公民队谈 从书店、校园、辽宝女巫店 然后也是我们公民队谈在三星一场之后的最后一场 音乐上当然也没有完全停止 2018年安谱在台北小巨蛋举办了练义演唱会 这是一场纯翻唱的表演 首先安谱的歌迷朋友肯定知道 他很喜欢翻唱 在任何场合都不遗余力地介绍自己喜爱的音乐人和作品 在这里为想私心安利几首 结合原版放给大家听 首先是来自TG Bag的EvoC 我看着站在眼前的你 依然如此美好 不忘记 But you know 有些话就是不能说 我看着站在眼前的你 依然如此美好 不忘记 But you know 有些话就是不能说 来自神商里的《载我回家》 在安谱口中 这是一首情感与技术都浑然天成的作品 左手里的车子调整我的姿势 我知道却从来不是我的位置 你安静的行驶闪过我的固执 我感觉你平安压过我的心事 问你怎么走 我不坚持 音乐停不了 让人哭 和你洗个火 重来一次 安慰微笑停 还有万青的《金光导》 住在我心底 孤独的 孤独的海关 痛苦之旁 开始厌倦 深海的光 停止的海浪 2019年 已经7年没有发布新作品的《安谱》 陆续带来了三首实验性十足的新歌 《走夜 外国桥》显的歌唱 大开玩笑的借用偶像Neo Young的梗 称这是自己的音沟三部曲 这三首歌在编曲上都废除了心思 安谱试图通过听觉 为我们构筑一个庞大的世界 以后的感觉甚至不是用来听 而是用来感受的 《走夜》的编曲 由陈山泥操刀结构盘杂 细听进去 我们会听到工业的敲打与撞击 潮水涌动 古典柔软穿梭 暴力的吉他 甚至有隐约的唢呐声 编曲的饱满与魔幻 拖起来安谱的一句 时光是坟场 锣鼓喧天的一场葬 从感性到理性再回到感性 这个螺旋向上的循环 仿佛是人性的规律总是重现 比如斗围 相比在歌里表达观点 现在的安谱更愿意通过音乐 来呈现一种纯粹的感官体验 2021年的某个午夜 安谱在整理工作笔记时 放到了自己在青春期写下 单位发表的词曲手稿 孩子在熟睡 寂静的深夜 让安谱久违的 将心绪拉回到了十几岁的时光 天亮以前 他做了一个决定 用现在身为女人的心境和体悟 来重新制作这些 在女孩时期写下的作品 于是2022年 我们听到了这张 穿越了27年观音的专辑 《九五二二》 那首歌 我还在听 只是收音机里 有多了陌生的流星歌曲 制作人是安谱的老搭蛋 黄小珍和何欣碎 女制作人间的温柔与默契 不仅让这些青春奇作的灵气得以保留 那些14岁的天马行空和纯纯忧郁 也在27年后的今天 被萃取出了新的风味 比如这首全歌 只有四句唱词的天高地阔 既能听到年少清澈的游气 也能感受到如今回望的温柔效应 在比如Idiot 可能很多人更熟悉的是 全损音质的早年Live版本 开场白里 安普那种略带惶恐的真诚 实在令人怀念 献给我很深爱的男人跟女人们 这样 听不懂我在说什么 对不对 我只是没话叫话说而已 而在听这个版本 吉他波弦清晰了起来 40岁的安普更游刃有余地唱着那些记忆里的旋律 岁月更迭以一种如此抽象 又具体的方式 呈现在我们的耳朵里 如果专辑9522的关键字是释怀 那么最好的时官是将其诠释的 最为淋漓尽致的一首 昨天的烦恼 今天想开了吗 喜欢的人他们留在心底 还是在我身旁 每天离开了家 再回去时有没有新的挣扎 一万个问题里 什么是最简单的回答 安普在14岁的时候发问 成长真的是礼物吗 还是他只是一颗有着糖果包装的苦药呢 自11岁的他在旧歌里填进一个新句子 作为回答 你爱过了 这便是梦寐以求的代价 也许只有放弃在考卷里拿高分的执念 巨杂进到混沌的无解里 找到自己生活的核心与频率 才是与成长和解的方式 节目到这里就快要结束了 非常感谢您能够看到这里 安普在表达上总是不遗余理 做这些专题时 除了要把他的所有音乐重温一遍之外 一个更为浩大的工程 其实是听他说话 在Live的舞台上 在电台里 甚至是喧闹的综艺中 他总是不厌己烦地 说着饱满的真心话 谈自己创作的心境 聊自由带给自己的影响 表达对社会不同切面的看法 在闷声发大财 表达有风险的言论环境中 这种清醒与诚恳 其实并不多见 我后来觉得 其实公众人物是世界上 瞬间就可以重于泰山 或者轻如鸿茅 我不用因为当歌手 所以我就不能够当一个公民 我不需要去取舍一个身份 我可以用我所有的身份 然后去理解这个世界 正在发生的各式各样的事情 而在音乐上更是如此 从写出宝贝时 13岁离家疏走的女孩 到如河里对生命的发问 嫁到最好的时光中的柔软与释怀 也只有足够真诚的创作者 才会在音乐中 住处留下生活与思考的痕迹 在如今日渐流水式的音乐工业里 我们哪里还能感受到这些呢 所以即使到了2023年 我还是一次又一次地 回到了安普的音乐里 陪伴的形式有很多种 而歌者与听者最好的关系 就是隔着耳机 一起走一段 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还不错的话 请记得点赞 投币 转发 让更多人看到我们的节目 这是人物漫堂音乐人系列的第二期 我们还将持续更新 也欢迎在评论和弹幕区提名 你想看的人物小撞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你听见我吗 你听见我吧 你懂不懂 你懂不懂 你听见我 你听见我吗 你听见我 我的不要有你的长毛 我的感想是你的伞 我一直明白要和你走一段